大小S有一首歌 愛你愛刀絲 包仔一起絲 我覺得黃子嬌 他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跟他交往過的女人 都非常非常的水小 莫格如到底是看上他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陳奕奎黃子嬌走邊放死亡筆記本 莫格如看上他哪裡 那每一個都 說不完 嗯 要不要寫上標誌 黃子嬌19號發出三段直播 忍了心騷 接著在演藝圈發動遞名 爆料大小S吸毒 虎瓜托宗康吸毒樂界 吳宗憲男女關係混亂 還欠錢 曾國城在古蹟醜飲喝酒 看直播就拍他的腳 我覺得旁邊應該是有放死亡筆記本 只有我應該是不可能再 有機會重來的 更如還年輕 還有很多路可以走 可以重新來過 這麼好的女孩 請大家多多關注 多多幫忙 黃子嬌一波範圍記 帶走13位藝人 別人那是MeToo 他則是抓交替的YouTuber 陳毅對此也開了直播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MeToo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我是你們的總指揮三金部長 本日 確診者 黃子嬌 我個人覺得黃子嬌這種 玉石俱焚的行為 我相當的不以為然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跟大家講說 我也是一個受害者 我是因為我有童年的創傷 你難道就沒有犯過錯嗎 你難道就沒有秘密嗎 不要只有檢討我好嗎 還有很多人 他們犯了很多的錯 你怎麼都不講講他們 然後再把捏人全部抓出來 那就非常的像小學生 就是 欸為什麼只抓我作弊 不抓他作弊 錯這東西是沒辦法 拿來比較的 不會因為他有錯 所以你就變沒錯 兩個人都有錯OK 這個就沒辦法去合理化 你做這些爛事的理由 就是你童年的陰蠻又怎樣 就是看到你媽出軌 跟日本A片文化影響 都是累的錯嗎 難道你就沒有問題嗎 我會成為一個變態 是有理由的 再攻殺小女 我覺得黃子嬌 他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跟他交往過的女人 都非常非常的水小 小孩子跟他交往過 然後今天黃子嬌 他自己出事了 然後把曾經深愛的女人的 這算隱私之類的吧 反正就是把他拖下水 然後把他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爆開來這樣子 就會覺得 我真的一人不俗吧 他在那個直播當中 他就講說 請大家不要去影響到莫根瑜 可是其實 你最後去做出一個自殘的行為 然後被送到醫院 然後讓莫根瑜出來面對 造成莫根瑜麻煩的人 就是你本人 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會不會自己扛 好沒擔當的男人喔 超受不了的啦 莫根瑜到底是 看上他哪裡啊 我真的不知道 非常精彩的部分 是在他首先點名了 大小S 大小S有一首歌 愛你愛刀絲 包仔一騎絲 大家不要覺得我唱很難聽 這首歌真的就是這樣唱 他們不只自己吸毒 他們還會邀約黃子椒一起 甚至是硬塞毒給他 要他一起吸 那個時候 小S呢 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 強調自己沒有課藥 所以他提告 周刊 傷害祕 祕罪勝訴 就算告贏了 也沒有辦法證實說 小S根本沒有吸毒 因為周刊 拍到的內容 確實是那樣子 只是因為 這個是私人的party 所以他們不可以去拍攝 今天我看到 小S發的聲明了 我個人相當的 不以為感 黃子椒他在那個直播當中 他爆說大小S吸毒 並沒有特別針對 是在陽明湘豪宅裡面 拍拍的那一場 性愛派對 所以西元不在那個 陽明湘豪宅什麼 《易周刊》說的 性愛派對現場 這件事情就是 跟黃子椒講的完全 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大小S的聲明 其實是 是在呼嚨觀眾 他們就是覺得說 把大家當白犀 本公司將對所有的不實際控 保留法律追溯權 你要是嗆聲說 保留法律追溯權 你就弱 弱爆 在我國的法律上 是沒有所謂的 保留法律追溯權 這句話其實就只是在 恐嚇別人跟 威脅別人而已 就是 你不敢告 然後在那邊保留個屁 反正演藝圈現在你知道嗎 前輩們 大概也都快要死光了 我覺得我差不多要取代他們了 我要跟大家講 明年我應該要報名 最佳教育節目獎 今天很嗆是吧